问石主人说 石主人的帽子是哪里买的 求同款 我想对这个对我帽子感兴趣的小伙伴说一声 就是石主人这个帽子是纯毛的 真的 然后就这一款别地方没有 但是呢 如果你长期关注石主人的频道 也许我会讲一些关于美发的技巧 就不要梳头 然后洗完头 让它自然干 这期视频稍微有点特别 这期视频不像是以往的 我会去讲一些摄影上的知识 或者推荐一些有意思的年轻人 而是关于 对我们的摄影书 这本摄影书是我只有2000粉的时候发起的一个项目 我想讲一下为什么我要做这本书 还有一个就是这到底是一本什么书 我来B站做up大概是在五个月以前 然后那个时候B站有一个现状就是有很多交摄影的视频 但是很多视频都是比如说是你拥有了这款相机 你就可以拍出来这样参数的照片 又或者说是你真的需要一支什么什么镜头 还有就是掌握这几个PS技巧 可以让你的照片从A到B 大家是需要基础类视频的 但是还有一类更重要的视频 就是真正去讲拍照这回事的视频 当时基本上没有 如果你想拍出来那些有温度的照片 能打动人的照片 在美学上让人看起来舒适的照片 光看这种买器材的视频是不足让你提升的 我当时以为 纯讲美学或者说是摄影 也许是没有人喜欢的 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只在很小一段时间内 我就聚集到了一大批有共同喜好的人 艺术摄影是有人喜欢的 然后我们常常在一起讨论拍照这件事情 分享一些拍照时候的心得 交流自己的照片 施主人在德国是念摄影的 这让我对好照片有种偏执 我认为一本严肃的摄影书 一本认真的摄影书 这才是这张好照片该去的地方 所以就有了做一本摄影书的想法 好 大家好 我是小钟 我们相约的第一期照片书 已经和大家见面了 然后这一期书 我和施主人在制作过程中 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然后这一期书 我们的初衷 就是当时施主人做 B站UP主 然后建了几个纯图的照片群 我们发现有好多群友 发的照片都特别的有意思 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些照片 只在群里面传播 觉得太可惜了 然后我们希望把这些照片收集起来 做成一本书 然后希望大家通过这本书 去信同类 然后交流分享 然后让这些群友的照片 名垂千古 流芳百世 然后下面咱们请这个 施主人说一说 这个第一期无题 这个题目是什么含义 好跟你说 对第一期照片收入的题目是无题 然后当时我有这样一个想法 就是参与的小伙伴们很多 但是需要一个题目 把大家聚在一起 如果聚在一起 干这件事情 没有一个题目 我想那个应该会非常有趣的 如果没有题目的话 怎么拍到东西还是什么呢 是一些情绪的片段吗 是一些颜色吗 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吗 还是说是 只是咱们曾经做过这件事情 就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意思 而且很开放的题目 让小庄说一下 就是投稿的有哪些人吧 那我们从争稿开始 这一个月里呢 收到了三千多张照片 然后选也选了很长时间 然后投稿这些人呢 有这个春都群里面的群友 还有一些在世界各地的艺术院校留学的一些年轻人 然后还有一些在Instagram嘛 各种平台上小有名气的摄影师 但是这些都不够 作为彩蛋 书主任还邀请了几个他的摄影师朋友 在书里面也会有他们的照片 已经做了吗 好 然后这本书是我跟书主任选的照片 然后就是我们觉得就是现在看市面上摄影书好像很少像我们这样做 就是从非常就是从普通的摄影爱好者的群体里面去选招片 就是可能就是你的照片旁边就是一个摄影大神的照片 然后把这些照片都放在一起 我觉得特别有这种年轻的活力 然后就是特别有生命力 这本书我觉得我们这本书做得特别讲究 就是作为一本摄影书 我们觉得它拿在手里要像一个物件 要特别有质感 然后这本书我们用了这种特别硬的皮去做 然后它是这种现状的书 然后这种制作方法的好处呢 就是你在打开一页的时候 就是这个照片是可以完全展开的 我们觉得这样这样对 就这样是对大家照片的一种尊重嘛 我们觉得这样做出来的效果就是非常的好 就这个这个照片完全的可以展开 然后这本书的用值也是非常的讲究 就打出来颜色的环温度非常的高 然后最后制作成本其实超出我们的预期 但是我们第一期考虑的真的不是钱 我们第一期考虑的是情怀 就是这些摄影作品我们觉得不到一个这种实体的书 就是不到一个这种严肃的一个东西里面 我们觉得特别的可惜 所以我们就是真的是为了艺术 为了情怀去做这件事情 对 OK说一下编辑这本书 我是如何排版这本书的 也是经常被粉丝小朋友们私信问到的 和拍照片不同的是 拍照片你常常需要关注的是 你画框内发生了哪些事情 它们有哪些冲突 或者说是它内部有哪些逻辑 你只用在乎这一张画面就OK了 但是排版书 它更像是编曲或者说是电影剪辑 因为每一幅图片都是一个故事 如何把这些故事串起来 用什么把这些故事串起来 是画面中的感情节奏颜色还有逻辑 让观众看得觉得舒服 我觉得当你看完一本优秀的摄影书的时候 你应该是可以和这本书呼应上的 你会感觉到他情绪上的起伏 速度的快慢 他情绪是收敛的还是外张的 等等等等 怎么样 有没有听得特别入迷想学一学 好消息 十组人的课时费你们都付得起 就是三连我这个视频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把我的这个视频转到你们的朋友圈 或者说是分享到站内动态里头 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刚才那个下雨了 所以我和小龙就不能在那儿骑骆驼了 我们就换了一个地方 躲到了这个小房子里 对 还真是这么小的 好 如果你希望你的照片被我们收入到相约第二期指示书里 就欢迎小伙伴们投稿 投稿的时期是一个月 然后到10月底 就是10月30号的时候 就截止收稿了 我们这期的题目叫秋分 我们在德国 但是选了一个很中国的概念 因为我觉得秋分是一个很浪漫的词 秋分就是刚刚过去的那个时间 通过秋分这个词人可以感受到古人对于大自然还有时间那种很细腻的体会 我希望通过这个题目可以让大家去观察那些生活中非常细腻敏感的东西 我不太想把方向很具体的画出来 就是大家去拍什么 但是比如一缕不起眼的光线 或者说是人离开后的痕迹 或者说是情感上很细微的碰撞或者是裂痕 总之是那些 我觉得是你需要用心去体会的东西 然后具体的投稿细节 我会在我的公众号里写出来 就欢迎大家去扫我的二维码 然后我会在那里写具体的一些消息 好下面请时主人说一下第二期投稿具体要求 你拿着啊 因为上期我们投稿最开始要求说的不明确 所以给我们后期的编辑还有整理造成了一些麻烦 所以这一期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投稿要求 请小伙伴们就是务必按照这个要求来 如果不按照要求可能我们会拒收你的稿件 你给我们发送的东西包含两部分内容 一部分是照片 另一部分是一个文档 照片一共是5到8张 大小大概在3兆到8兆左右 每张照片必须按照以下的方式去命名 需要你的姓名加作品名称加城市名 还有拍摄时间 这个拍摄时间是指年和月份 还有图片编号 还有一个是文档 文档里头我们需要一个你简洁的自我介绍 你的社交媒体信息 比如说是你的ins账号 或者说是微博 或者说是微信账号 总之就是方便我们联络到你的一些信息 还有就是你平常喜欢的诗歌 或者打动你的一些小说片段 对因为我们需要对你的照片更多一些的理解 OK就请大家 然后你有以下内容了之后 就把照片和文档打成一个压缩包 记得一定要打成一个压缩包 然后发送到我们邮箱就OK了 然后大家如果是有项目 请把你的PDF和这个项目里的照片一同发过来 对就是这样 还有大感谢 大感谢 好 大感谢 就是大感谢是一定要录的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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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对相爱这个频道的支持 其实没有大家的支持我们根本就没有今天呀 这个照片书都是从曲友的照片里面挑选的 没有大家这本书根本就做不出来 然后 池子文创办这个频道的初衷 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平台 去讨论摄影和艺术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建了那么多个微信群 就是希望大家在群里面多多的交流 真的特别感谢大家喜欢这个频道 也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这个频道 同时如果你也有特别喜欢摄影的小伙伴 请把我们在做的这本书告诉你的小伙伴 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在做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对就差不多了吧 就总之特别衷心的感谢各位小伙伴 然后这就是这期的项约了 好大家看完这期视频 如果喜欢一定要记得三连点币投赞 关注我们的ins微博官网 反正我们在每个频道上都有 你只要搜项约就有我们 就是这个磨磨找遍布了互联网的各个角落啊 然后非常非常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这就是这期的项约 拜拜 我们下期视频